我們看一下 很難好來好散的 好聚好散的第二名 獅子座 男女都是嗎 真的嗎 我們講的現在是男生 星座男 OK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獅子座自尊心很強 只要你傷了他的自尊心 其實他是非觀念 黑白觀念很重 他沒有灰色地帶 對 你傷了我 就是不管是你愛不愛我 沒有關係 但是他所謂的抱負 反正獅子座分手是沒有口德的 對 因為我們試作朋友也是這樣子 愛的時候非常愛 也是對女生很好 可是一分手之後 就會在我們男生朋友之間 講那個女生的不好 講他 就是講出去的時候 他們只有他們兩個知道的事情 我們知道看到的都是好的 但是沒想到 比如說他們出去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都是男生付錢 可是付付付 女生就會要 一直要什麼的話 男生都會買給他 本來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分手之後 全部抱出來 就會講說 那個女的其實怎麼樣 你們都不曉得 所以跟刺座交往的話 分手的話 真的你真的很醜的地方 刺座都會講給人家 刺座 我覺得會 你知道嗎 這個女的刺座穿的用的 都是我的 對 他敢跟我這樣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像我朋友 像我朋友他之前有 教一個40多個男生 他們分手之後 那個男生說 我覺得我們想要約出來談一談 聊一聊 然後那個男生就專程從南部上來 北部去找我那個女生朋友 一見面一坐下來聊 然後就把他在一起這四年 全部的壞行為 全部講一遍給他聽 你是很自私的 他上來台北就是為了要把他 全部的不好的缺點 罵罵一遍 塞一起這四年 把他全部罵一遍 罵完他就走了 很誇張 因為四座其實平常 他是沒有隔夜愁的 跟你好的時候是不記愁的 但是當分手的時候 或翻臉的時候 他的記憶是特別好 會把那個交往多少年 然後為你做些什麼事情 對 都拿出來 全部拿出來講 好 所以這是第二名而已 第二名就這樣 我們好怕 對啊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名 沒辦法給你好來好散的星座 是牡羊座 天哪 對 牡羊座很激烈 我之前叫那個牡羊座 他會死纏爛打 然後要不然他就是 會站在人家門口 然後說你現在不開門 我就叫警察來 就是幫你去 把人家開門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那現在你騷擾我 那我也叫警察來 他說好啊 來啊 大家都講啊 他會這樣子 凱欣呢 遇過牡羊嗎 我遇到的牡羊 比你的牡羊更可怕 真的 我遇到的那個牡羊座 他就是 你跟他講說 你想要先一個人 大家先分開一下 他不然聽到這一個 我跟你講他就是 他那時候就不讓我去上班 後來我跟他講說 我一定要去公司 我後來就跟他翻臉 我去過公司之後呢 不誇張 我嚇到 反正他居然 就是在我公司門口讀過 對 他會這樣 我也很喜歡讀人 然後我在想說 好 你讀我 然後 他就跟我講說 有什麼事情現在講清楚 我說我沒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就在大馬路大吵大鬧 他不會放過你了 對 他就是要繼續 繼續跟你在一起 那後來怎麼分掉的 後來分掉 後來警察有來耶 我們有一次有吵到很嚴重 對 舞陽真的很可怕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回家 然後我要搭計程車回家 他說 他剛開始是非常的生氣 非常激動 然後他發現你 用硬的方式沒辦法 他就會說 你知道我真的很愛你嗎 我沒有你真的不行 那你不要搭計程車 那沒關係 要幫我送你 我 我送完你回家 我看你回家之後呢 我就不會再糾纏你 我跟你講 根本真的是騙人 到我家樓下的時候 我根本就下不了車 沒有 這樣子會被殺人魔 沒有 就下不了車 沒有 他是說 我們可以在車上 把事情講清楚 然後 講好 他覺得OK了 你才可以下車 可是那個答案 他根本就不會讓你下車 因為你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他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對 那個答案是 他滿意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好 你不讓我下車 我要叫警察了 他說好 你打 我就真的打電話給你 這個超危險的 報警啊 我報警的時候 他那時候氣到 整個把我手機搶過去 然後我玩車子外面去摔 就是真的很瘋狂 我覺得舞陽 是一個非常 有點暴力的 他萬一開始掐你脖子什麼 你可能就變成社會的事件 對啊 因為如果說再不理智一點 就直接就 可是他 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覺得他那麼愛我 應該不會傷害我 頂多這樣 太硬了 你是其實撿回他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跟舞陽座分手 絕對不要單獨一個人 跟他在一起 對 要去外面 對 最好是用傳簡訊的方式 或者是在公共場 真的 沒有沒有 老師 怎麼樣跟舞陽座分手 剛剛美人姐講對了 千萬要跟他分手的時候 不要一對一 找一大堆朋友 因為 就算你傳簡訊 他可能還是 他會堵你 對 天蠍座是玩小心機小動作的 但舞陽座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對 他都一些大動作 所以其實他 如果跟你一些 因為他反應很激烈 很暴衝 所以他愛你的時候很深 恨你的時候也很重 所以其實跟舞陽座要 要小心一點 就是談分手的時候 盡量有跟朋友一起 或者是說 在分手的 之後的三個月 盡量跟 作伴一起出門 三個月 懷季 找寶標 這麼危險 寶標 對 他屬於 衝動恐怖型情願 就是要這麼慎重 不要大意 很多人都是扣誰 覺得不可能 不會是我 對啊 真的是誰 是真的 所以看節目要看重點 重點 小心為上 小心為上 絕在西門丁分手 獅子座的男人 會不會打女人 衝動的時候 失去理智的也會 我覺得會 但獅子座的報復 就是他會找一個 比較跟你逼更漂亮的女生 在你面前睡 這個很好 因為彰顯他的大氣 了解 我們再來看一下 火象星座 男生被說分手的反應 有件事想跟你說 然後我給你分手 你跟我分手 我人之間已經沒有愛 你兩個人 好 知道嗎 祝你幸福 分手 你拿我分手 我們剛剛好好的啊 我們剛剛還在吃蛋糕耶 想要我分手 為什麼 我明明還好好的啊 我們昨天還去看電影 我昨天還買了包包給你 你不是很開心嗎 為什麼你今天突然 你想幹嘛 對不起 剪錯完錯 都是我的錯 結果真的原諒我 不要分開 我覺得獅子很準的 對啊 其實獅子的女生也是最好的 對 在那邊分手 好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分手後會死殘爛打的新作戰 第三名 對 大家最怕死殘爛打 已經分手沒有感情了 我們現在要看第三名 天皮 那是不是它是什麼東西第一名來的 可以 它是分手無欲照 無欲照第一名 那為什麼還會 它是被分手 被分手之後它就會死蛋了 它分手人家 它是無欲照的 這樣也你贏 這樣也你贏 都贏 都給你啦 你贏 都送你 都給你 這邊我要澄清 我覺得我個性不是這樣 我個性完全就是 如果你要分手 OK 我會先問你 你確定 不用囉嗦了吧 怎樣 因為貼品座很習慣 已經習慣比如說 習慣跟他一起生活 習慣一起吃飯 習慣有什麼事去問別人 所以其實分手之後呢 他偶爾也會習慣性打回 給前女友說 我們出來吃個飯吧 我想問你一些 以前問你的問題 但他已經不曉得 他已經分手了 所以還在那邊 對女生來講 會覺得有點死纏爛打 對 我們先看一下第二名 觸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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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女座其實平常分手 看起來很有骨氣 就像羅姐講的 把你打得半死之類的 但是其實呢 他如果他是被分手的話 其實他會開始自殘 讓自己 沒有所謂自殘 就是讓自己過得很沮喪 意志消沉 喝很醉每天 對 喝很醉酗酒 然後好像沒有你不行了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博取 那個女朋友的同情 對 我跟你講這種死纏爛打 對我們死之座是沒有用 你越死纏爛打 我也想叫你去死 跑得越快 對 因為他其實分手對他來講 可是如果他自傷自憐 你會不會同情他 不會 不會 也不會 我跟你講 火象星座的人 我決定要跟你分手 就是很狠心的 我絕對不會再回頭 不想回頭 因為處女座 你宅哪一招都沒有用 以死相逼更倒楣 更倒楣 然後沒有跑得更遠 對 因為處女座是完美主義者 分手對他來講 是在愛情上面極大的那個 瑕疵 對 大瑕疵 被分手 應該講 對 被分手 他分手別人是追求完美 對 對 被分手 被分手那就不完美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分手後 最會死纏爛打的 星座第一門 雙魚 雙魚 得力的這種就是 糾纏的半年 我可以解釋一下嗎 那也是半年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雙魚座 在每一段感情 要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都是想很久 才會跟人家在一起 是有一些穩定的承諾的 那為什麼會分開 尤其是被分手 就是OK 我被拒絕 就是當初的 沒有了 不見了 為什麼 我們曾經取好的承諾呢 對啊 那我們以前有的回憶呢 都不見了嗎 那都是屁嗎 不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開始慢慢去尋找 當然就在人家家等 是一定要的 然後比如說 以前我們去過的一些 譬如說咖啡廳 坐了那張椅子 以前的對 我的對面是你 現在我的對面 空空的 我就會傳一些這種訊息給他 因為會覺得說 我們曾經 本來要有那個承諾的 但是承諾不見 可是為什麼講好就不能反悔 就對 不是說不能反悔 是 雙玉座是他跟人家講好 人家不能反悔 他可以再回 不是 就雙玉座如果有狀況 我們可以試著一起去解決嗎 因為如果說要長穩地走下去 要有未來的話 很多事情是可以被克服的 是可以溝通 是可以 我們在一起努力看看的 而不是輕而易舉就說 不走吧 可是雙玉座常常跟很多女生 不同的對等的溝通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也可以跟A溝通 也可以跟B溝通 但是C是你的女朋友 那D也要溝通 你知道 E也要溝通 有一點點爛情 太多了 我覺得他分得滿清楚的 太多情了 真的嗎 真的雙玉很多情 可是這女人來講 會有不安全感 你知道嗎 他只是有朋友而已 但是他唯一還是你 沒有 他都會動一動就說乾妹妹乾姐姐 然後幹嘛 就像是你對女朋友很好 然後 其實是對每個女生都好 但他心裡面 他只會有你一個人 大家一起幫幫忙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也要幫你 我也要幫你 劇心都已經跟別人都好 但他心裡面的位子 常常那個 那個蕭魚座的乾妹妹 到晚上就會變成四生 我覺得有一種 有一種真的是 雙魚座的一個困難在於 雙魚座很容易跟自己的想像 談戀愛 你知道嗎 我們的那個對象 你說你自己嗎 沒有 我們投射很多想像在 這個人身上 我們想像 然後把這個人套進來 跟那個人其實 不完全是符合的 可是 因為在我們還沒有 想像還沒有破滅之前 我們所有的想像 都在他身上 他如果這時候走的 我們那個想像 更是無限的放大 對 其實雙魚座如果 還在一起的時候 他是兩人一起 共同築夢 然後分手之後呢 像剛剛德烈講的 他會覺得說 我到那個 我們曾經說好的 要去的地方 然後他開始就編織一些夢想 他其實他不想 面對現實 但是也對那個 過去的愛情有所期待 所以期待說 希望隔天醒來就沒事了 又可以回到以前一樣 所以其實 你還不斷會糾纏 而且 其實雙魚座還很會的就是說 他喜歡告訴別人 分享這些 分手 和過去的事情 但是他最後都會補一句說 其實你不要怪他啦 對 其實應該是我不好的 真的 有件事想跟你說 什麼 我要分手 你要跟我分手 嗯 你知道 是我最近髮型剪快了 還是 太少運動 肚子都變大 分手吧 你確定 我們之前已經沒有愛了 肯定 我們之前真的沒有未來了 認真的 看我這麼好的人分開 是很損失喔 那 這些 你買單 因為 你擠的 為什麼 我們之前沒有愛了 搞什麼 其實我只好想跟你提分手 謝謝你先說 來 喂 雅蘭啊 嗨 今晚你跟我幹嘛 出來喝一杯吧 哇 雙子真的耶 好準耶 好像看起來雙子最討厭 誰拿一個很準 我覺得雙子很準 雙子 都有都有 他還蠻愛面子的 然後如果說他被提分手的話 他對女生 他對女生面前不會說什麼 但是他會馬上 OK好OK 然後他是希望保持得有一點 有一點點是 我早就也想這樣做 只是你先說出口 分手這個事情 然後馬上 電話一打 就是跟女生 直接別的女生在約出去 其實真的 我覺得這個 還蠻精準的 還有剛剛那個 水瓶座 我的好兄弟阿堅是水瓶座 水瓶座真的是全世界 最自戀 我們錄節目的時候 譬如說來任何一個女來賓有沒有 我很喜歡跟他玩一個遊戲 就是女來賓走之後 我就跟阿堅座說 我覺得他剛剛上節目 他應該蠻喜歡你 他說 那我都念你這麼覺得嗎 他剛好在看我對不對 他把整個一切 你只要跟他說 你只要我們去任何場了 我說這女生對你有意思 他 真的 你只是開玩笑看他認真了 對 因為我很喜歡看他就是當真的表情 你知道 你都很壞 到底是真的假 真的不方便講太多 但是我就說 因為像我認識他那麼久 我認識他十幾年 其實他也不太會被感情所困擾 因為他對自己的自信非常非常高 比如說這個女生離開 他一定覺得說 你損失 對他的損失 OK 沒事 OK 他到底哪來的自信 他非常厲害 我跟他坐高鐵的時候 然後有個女生這樣推個車子過去 我說 他剛好多看你一眼 他媽這樣 唉唷 唉唷 這過去跟那個女生講話 真的假的 他是個很勇敢 人家自信 這我真的滿敬佩他的地方 水瓶座的自信我還滿敬佩的 有嗎 有遇過水瓶嗎 有 這真的很準 因為我當初跟水瓶分手的時候 我就忘不了他一句話 就是說 你確定嗎 你全世界找不到一個像我這麼愛你的人了 我好像聽過 可是他們的自立他們不是覺得完全外在 對 他們是覺得他們自己聰明無敵 然後懂很多事情 沒有人可以跟他們比 而且水瓶座很好笑 我有一次跟一個水瓶座在一起 竟然上了一週刊 他又高興又驚喜 然後 先去叫朋友買了五本 買五本 然後就想說 哇 那我上了一週刊 我現在走的街上 應該每個人都認識我了吧 他還跑到711自己去買兩本 然後這樣子 我要買這兩本 欸 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我這樣子比的人 在我朋友旁邊 沒有人就像 還跟店員說 欸 看不看 那是我嗎 不像嗎 水瓶座蠻可愛的 對 而且他覺得說 哇賽 因為他寫得很棒 你知道嗎 他寫得很棒 他說我要帶這本去 然後放在胸口幹嘛 去夜店把妹 真的是 太可愛了 不同星座的人 個性真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個性真的不一樣 對啊 不過因為全世界六十億人 只分十二種也 也有點太困難了 對不對 只是去瞭解說 每個星座他們有一個 天生的一個生命氣質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你在交往的時候 是不是要知己知彼 對 百戰百勝 也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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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大家好聚好散 好不好 對對對 好聚好散很重要 所以各位 我們改囉 知己知彼 好聚好散 OK 謝謝 多謝 突然 更多 無妨 感谢观看